说到美股下跌影响 日股也走低 早盘结束时 日经指数收32,241.63点 跌135.66点或0.42% 东正收2,282.35点 跌9.38点或0.41% 分析师表示 日本股市完全反映美股收黑 不过在逢低买盘介入下 日经的跌幅相对有限 另外美国时间10日 当地7月消费者通膨数据也要公布 市场预估会小增3.3% 核心部分则维持在4.8% 个股方面 空调制造业者大金工业 上季尽力大增13.8% 但股价却反向大跌9.51% 是日经指数中表现较差的 软银也下挫3.2% 因集团上季意外亏损 不过旗下愿景基金却是 连续亏损6季后 首次转银 尼康上季尽力下滑 同时这家相机制造商也下修半年财测 故股价暴跌13.11% 日本大型电玩业者万代南梦工 上修截至到9月底的6个月 获利预估之后 股价一度大涨7.28%